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四号台 裁判员冯同杰 运动员关正新 夏立元 十五号台 裁判员王景新 运动员马雨新 李泽凯 十六号台 裁判员马高山 运动员郑哲 冯志鹏 十七号台 裁判员何春梅 运动员商涛 李宏伟 十八号台 裁判员杜璐广 运动员何忠豪 赵佳行 TV二号台 裁判员冯亚奇 记录裁判员秦旭鹏 运动员颜家帅 田浩飞 TV一号台 裁判员张伯通 记录裁判员罗浩 崔亮 运动员李亦南 李品亦 下面比赛正式开始 一号台 裁判员 一号台 裁判员 一号台 裁判员 辞员 辞员 断判首 辞市 辞 wol 辞 商 辞 辞 引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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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各位观众 您现在观看的是 正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师范大学体育馆进行的 2017年中世发球 国际公开赛 大学生选拔赛的比赛现场直播 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的 来自天津的李一南 对阵来自山东的李品逸 我是阿苏 苏新元 大家好 我是张轻勇 比赛采用13局7胜 8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全程包括8号球赛内 所有子球均无需抱贷 现在上场击球的是李一南 今年22岁 天津人 现在就读于天津工业大学 而他的对手李品逸 20岁 来自山东 现在就读于河北美术学院 应该刚好是在石家庄是吧 对 两个本家啊 这场比赛 是很有意思 李一南呢 熟悉他的球迷们都知道 他是曾经获得过全国大学生比赛冠军的头衔 也是本次石家庄大学生选拔赛 晋级的一个热门人选 你上来看这几杆球处理的 就是很有把握 而且打的也算是比较合理 打算是行推一点点 还是低杆拉回来啊 很快 一波组合拳 现在比分是1比0 李一南领先 你上来就是一个诈情 李一南呢22岁 这个现在准备读大二 很有意思 这个之前休学两年 后来张志导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说我说 我说你休学两年是因为什么呀 练球之了 因为自己开球房 真是喜欢抬球啊 很有意思 因为喜欢抬球啊 自己也开了个球房 因为开球房呢 大学本来要正常往上升的时候呢 休学两年 对 这是小花絮啊 证明这个抬球在他心里的位置 还比较高 相当重要 我们看一看来自河北美术学院的李品义 打球会不会像他的学校的名字一样 充满着艺术气息 冲球虽然说效果不错 有究竟带 但是白球呢 也是洗带了 给了李亦南一个现后自由球的机会 不犹豫啊 直接上来单色 放进中带 打完之后呢 上方两颗球可以衔接过度下来 下面的位置也是相当好啊 这个647的左下角抵戴的分别单独可以交位 而且黑847的左下角抵戴的分别单独可以交位 在后面衔接右边中带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段位置 这盘球 关键看从上往下过渡的一段吧 就要溜尽尽量稍微较迟点 带领些左旋转啊 嗯 还是因为目标球对角度要偏直 这盘球还是没有一点点像右角度啊 还是偏直了 能不能强行的直接强行交位了啊 地盘回去 角度大就可以顶瘦啊 还是说可以轻轻的控制住 好球啊 这个球走太多了 太多了 白球可能会遇险了 能不能从下边 就9号下面去绕出来啊 走两个角抵戴的 差了一点啊 力量太大 但这几盘 这两盘打的哈 用这个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话 就叫很奔放啊 打球反正也是挺干脆的 嗯 没有做死这盘球 直接从上面勾了啊 这一高人胆大 胆大一更高 来了 能能解到啊 那也是因为这个对手可能 不知道现在水平怎么样 今天头一盘呢 一上来这个 李一南就是在气势上 开始压到对方了 是 小的细位 9号11号中间 这么打有可能要一场速胜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这个态势 现在李一南2比0 领先李品一 是 李一南2的 李一南1号中间 这个刘洋 也不刘洋 的洋口 的洋口 这边的洋口 的洋口 的洋口 八球国际公开赛的资格赛 是从本月的24号开始的 24 25 26 三天决出了石家庄本地的 晋级人选王樊硕 那么今天跟明天 将决出大学生的晋级选手一名 那么从29号 一直到9月5号这八天 将全国选拔赛 决出14名晋级的选手 所以说大家关心的一些 职业球员 一些优秀的顶尖球手 国内的球员 他们将在29号陆续登场 那么本次比赛的正赛 是在10月5号到8号 将由选拔出来的 16位国内选手 对阵海外选拔 以及推荐 邀请选来的16位国际选手 组成最后的32枪名单 决出20万的冠军大奖 可以说在十一长假的时候 我们的乔氏 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 一定会给咱们的排球迷 奉献一场 精彩的排球盛宴 应该就叫过了 看三号球够不够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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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虽然很准 但是江一号就贴死了 犯规了在瞄准的时候球杆磅球了 对 这边虽然很准 但是江一号就贴死了 所以说在平时练球啊 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咬成这个好的习惯 退台进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球杆 注意身体不要碰球 这局面花色球又是非常好 这局面花色球又是非常好 准度够用 可以定干 还要蹬过来 要蹬高 行 非常熟练 现在黎一南3比0领先黎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喜欢 张志导啊 从这个三局比赛来看 我觉得黎一南是今天这个登场选手里面 确实在TV台的这些选手里面来讲啊 其实能力是最强的 对 目前一直到这场比赛为止 黎一南是上TV台里面 大一生确实是 综合实力是比较强的一关 很熟练 感觉这个球打起来之后 非常的心理有谱 首先他这个能力就比对方强 其次呢 他心态还特别好 因为首先他打个人的这种全国比赛打的也是 很多 很多啊 而且本身我估计在这个京津季地区 或者天津这些地区 大型的万元赛 他应该参加也不少 是 真的比那些代表中球员 其他的球员比起来要成熟老练 很沉稳 不着急 然后打起来也很果敢 又碰球 又碰了 很明显的四号球 这个就是总打比赛的职业球员跟这个业余球员之间一些区别 肯定职业球员打的时候就会介意这些 那这个业余球员在平时对抗中可能就无所谓了 就是衣服啊或者肚子下面碰到球都没关系啊 养成习惯就不好 这盘球如果说 这角度还是有点直啊 推过叫三 顶的话这盘球因为角度要偏大 要发很大力量去顶 而且干法呢还不能特别高 效果不错 感谢观看 咱们的部分 打得非常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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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iko 打得非常轻松 打得好轻松 打得只得整个轻松 打得最轻松 蚝蚝蚝蚝蚝ガ 打得很轻松 的轻松 打得非常轻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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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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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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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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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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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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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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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